現在我們從阿古中的3號出口 出來然後一直走 我們就要去Dior Cafe 哈囉大家 這是我來韓國最後第二天 最近我要去一間此趟旅行 我想去很久的Cafe 就是Dior Cafe 它就是 為什麼這麼想去呢 除了就是只有在韓國有這麼一間 然後也是因為它這個Dior Cafe 是By Pierre Hemmey的 就是合作的 所以我就想去吃他們家的甜點 還有因為他們家馬卡龍也是在巴黎很出名的 所以我就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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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試試看 因為我之前一直看那個UTA TV 它有就是解說它吃的口感怎樣怎樣 因為UTA TV的影響 我就對PA和Mae就有很想很想去吃的那個衝動 所以我們現在走著過去 等一下到時候再拍吧 這個Dior Cafe呢 它就在第五樓 如果說沒有預約的話呢 我們就要在那個沙發區那邊坐著等待 如果他們安排好的位置 會再帶我們入席這樣子 這個咖啡廳的裝潢呢 偏白色銀色調 然後整個風格呢 比較簡單大氣 它讓我蠻失望的就是 菜單裡面根本就沒有馬卡龍的選項 甜點呢 也比我所知道的 漲價了蠻多的 但是我還是對PA和Mae 專門為Dior Cafe設計的這些甜點 非常的感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是必試的 這個甜點呢 它的味道層次感是很豐富的 蛋糕中間是海綿蛋糕夾成開心果的醬 一開始吃的時候會覺得蠻甜的 然後吃到中間的時候 就有那個開心果的苦澀的味道慢慢出來 然後又帶一點點的酒精味 甜甜的蛋糕配上酸甜的草莓呢 那個味道就會變得比較中和 加上它的飲料呢 都是偏淡的 所以吃起來整個感覺 還是不會膩的 這是女生的廁所 然後它這邊很貼心耶 這邊還會準備三個這樣子的香水 就是如果說你要補的話就可以用這樣子 那這個 整個滑味道很濃郁 噴到這裡 現在我們已經出來了 然後剛剛我們就是走了很遠 去到這個Dior Cafe 然後現在發現就是回的路上 就是在那一條街有一個公車站 我們只要搭4419 我們就可以回到去我們剛才的那個 剛才那個站的3號出口 然後 是的 所以這一次的Dior Cafe 體驗了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個分享 對 這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 有機會 我會不會 我們現在還是到訪問 我們這次要看 我們下一個月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下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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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月 我們下一個月 我們下一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